第17题 小华想制作焦糖 他先将20克的砂糖加少量水 再缓缓加热使其溶解 但因加热过久 造成砂糖烧焦 则在此加热过程中 砂糖的溶解与烧焦分别属于何种变化 我们看到这里有砂糖溶解 我们一般我们在国中的时候说 溶解是物理变化 虽然老师上课提示过 把溶解当作物理变化是有问题的 不过考卷都这样子考 我们答案就这样子写 溶解是物理变化 而砂糖烧焦就产生了新的东西 变成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它是化学变化 所以前面的溶解是物理变化 后面的烧焦是化学变化 所以第17题问我们说 砂糖的溶解与烧焦分别属于何种变化 我们答案选的是A 溶解是物理变化 烧焦是化学变化 烧焦是化学变化